大豆和豆制品一直在我们仓台上很常见 都是非常健康的传统食物 按照它的种皮颜色 大豆可以分为黄豆、黑豆、青豆 而我们平常常见的红豆、绿豆 其实都不算是大豆 它们属于杂豆类 这些豆类中 黄豆的地位是最为特别的 它不单被称之为植物肉 而且它因为富含优质蛋白 还被称为绿色的乳牛 大家好 我是自己心 这期影片来讲讲黄豆 我一个是黄豆的起源地 同时都是大豆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 我一个大豆的栽培历史 可以追溯到西周 大约有三千年的沉淀 其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豆不单是中华文化里 早期的重要作物之一 都是古代五谷之一 在古代的文献中 五谷有不同的说法 只有两种 一种是道属植物属 另一种是麻属植物属 这两种有不同 就是前面有道但没有麻 后面有麻但没有道 这里讲的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豆类 诗经中里面有说 终言有属 社民采之 这个诗词 可以见到大豆在古代 已经是被广泛栽培的重要粮食作物 从种子的颜色和形状区分 大豆可以分为三类 黄豆、青豆和黑豆 其中黄豆的种植范围是最广泛的 大家不单只用它来制造各种的豆制品 比如豆腐、豆浆、醬油 都经常被作为其他优质的蛋白质料 容易养殖的 跟大豆相比 我们经常讲的杂豆 杂豆就是指我们的大豆和花心以外的 淀粉汁的豆类 其种类非常丰富 包括红豆、绿豆、蚕豆、软豆 和云豆等等 他们在中国文化和农业生产中 同样占据重要地位 中医认为黄豆 盛平味金、入脾经和戴长经 今日用本草里有记载 黄豆宽中下气、利大肠、烧水壮、致肿毒 然后你朋友问 自己起身黄豆有什么营养呢? 首先要讲 黄豆的蛋白质核量非常高 大约40%左右 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 都可以与优质的动物蛋白相比辩 所以黄豆经常被大家称为 绿色蚝牛或植物肉 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 我适当加黄豆 就可以给我们人看 补充所需的蛋白质 但需要提醒的是 如果蛋白质试入过量 可能会引发一些过敏反应 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 食用黄豆和制品的时候 就要多加注意 除了蛋白质 黄豆的脂肪含量也不低 大约是在18%和20%之间 是所有豆类中最高的 其和动物纤维相比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含有蛋白质醇少 而且它又附含亚麻油酸和亚油酸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脂肪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帮我们取权和提供能量 所以它可以帮我们维持体温 和保护我们内脏和支援皮肤 黄豆的出油率大概可以达到20% 其中大部分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 它不但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血液缩满 降低血液年酬度 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维生素 黄豆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D、维生素E 所以它就被称之为植物牛奶 其中维生素B的含量尤其丰富 如果我们将黄豆发芽 其的维生素B含量还会提高到4倍 那么维生素B对我们人体的代謝 血管的健康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长期揭霍 就可能出现口角开裂、口腔炎的问题 而我们黄豆中的维生素E 它就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帮我们延缓皮肤的衰老 防止色素的沉着 同时增加皮肤的弹性 最后黄豆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不如锤、铁、链、链和尾 另外黄豆还含有卵灵脂和二黄酮 卵灵脂是一类常见的类质科 它在黄豆中含量大约占到1.2%至3.2%之间 它的主要成分包括链脂鲜熱旋胺、链脂鲜痰、链脂鲜 和链脂鲜基醇 卵灵脂是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是作为天然的锂化剂 它可以帮助防止胆固醇在血糖内迫的层跡 和有效清除已经形成的沉淀物 这样一来便可以降低血液的浓潮度 我们再来讲讲黄豆的二黄酮 黄豆二黄酮的分子结构和磁激素相似 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植物磁激素 长期使用黄豆 这个类黄酮在我们人体发挥类似弱磁激素的作用 调治蛋白质合成和激素的分泌 同时它可以与承骨细胞的磁激素受体结合 增强承骨细胞活性 促进骨肌质的生成和骨抗化 从而帮助以防骨质疏松 除了卵灵脂和二黄酮 黄豆还有其他有益成分 比较蛋白煤、益制素、鲜食纤维和多态物质等 有些朋友问黄豆是否对我们心脏有没有帮助好处呢? 之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 他认为现有的科学证据是不足以明确证明 黄豆蛋白和降低生育管疾病之间的直接关系 但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 他重新分析46项临床研究 他们就发现这些数据其实强烈支持黄豆有益心脏的观点 虽然单独食用黄豆平均只是降低了大约5%的蛋白煤 但如果我们搭配其他以植物为基础的食物 效果可能会更加选择 这个结果也显示了一个一致的趋势 就是长期涉入黄豆 可能会对我们心脏管带来一些益耻 在荣养学研究之中 小规模的实现往往有夸大实现效果 但随着药品量的升高之后 他就会驱失一个保守的结果 都更加及现实的意思 比如鱼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早期的研究很明显 但后来的大约膜研究 发现其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黄豆在这个研究有点不同 无论是药品量的大小 或者是结果它都保持一个稳定的情况 所以有些营养师就指出 黄豆对心脏健康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 有些朋友问自己身体 血糖高可不可以吃黄豆呢? 其实血糖高是可以吃黄豆的 黄豆的升糖指数非常低 只要提供优质蛋白 在植物性蛋白里 黄豆的蛋白质量比较好 而肾功能正常 而且没有过敏的问题 黄豆作为优质蛋白是可以定期蝕取的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 重点是要控制精白米和白面 这些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这类食物进入我们体内 就比较快地转化为葡萄糖 刺激这个胰岛素的分泌 但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功能是受损的 胰岛素分泌本身可能是有决陷的 单靠刺激就无法满足人体控糖的需求 有些胰岛素虽然被刺激出来 但身体脱脊的敏感度不足 还存在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胰岛素为了吸服这些抵抗 会代长分泌这么多胰岛素 这样无形之中 就增加了胰岛的负担和工作量 所以尽量少吃些精制的白米和白面 这类精致的碳水 可以用一部分黄豆代替 减少煮食的树日粮 除了黄豆 其他杂豆都可以一齐搭配 和大米、燕麦混合成一个杂粮饭 这样就有助于血糖的控制 精致的白米和白面的升糖指数高 黄豆和其他杂豆的升糖指数低 混合一起食 一份主量的升糖指数下降了 不过仔细提醒大家 都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不适宜吃黄豆 比如它是糖尿病合并高尿酸热症的患者 就要限制黄豆 因为黄豆的飘零比较高 吃多了容易加重病情 诱发痛风 另外 豆类也是高蛋白的食物 吃多了会增加审小球的负担 黄豆里面的非必须安基酸 都会加重审状的负担 所以好像糖尿病、审病患者 或者审功能受损的人群 都要限制黄豆的事日 多谢大家